同学们好,我们继续学习租赁 看第二节,常租人的会计处理 常租人会计处理里面有这样几个问题 初始计量,后续计量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那常租人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是要确认租赁负债和使用全资产成本 就使用全资产 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出外 那初始计量,后续计量 都是针对于常租人相当于按照融资租赁方式进行处理的 短期租赁,低价值资产租赁 是单独做不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初始计量 在租赁期开始 租赁期开始日,我们前面已经都做了说明 也就是说,对于常租人取得对使用全资产控制的时间 就应该算租赁期开始日了 常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全资产和租赁负债 应用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简化处理的除外 那对于呢,短期租赁,低价值资产租赁 类似于一种经营租赁的处理方式 但不这样叫了 所以实际上来说 现在就是租赁准则 承租人 基本上就谈要确认租赁负债使用全资产 类似于原来的融资租赁的处理方式 那下面我们看第一个 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 租赁负债 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 上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进行初始计量 就是要把上位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按照折限率 按照确定的折限率来进行折限 算限值 比如说我们有的一些租赁 第一期的期出就要付一笔钱 那已经付完了 这个就不用再去折限了 不属于租赁负债了 也有的一些租金 可能在租赁期开始之前 就有过预付的情形 那这个也不会说 再影响到租赁负债 那接下来 识别应纳入租赁负债的相关租赁付款额 相关的付款额项目 是计量租赁负债的关键 也就是说未来对于承租人付的款项 有哪些是属于租赁付款额 上位支付的 有哪些不是 是租赁付款额的这一部分 按照确定的折限力折限 确定租赁负债 如果不属于租赁付款额的 那根本与租赁付债就无关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第一个问题 租赁付款额 租赁付款额是指 常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的 与在租赁期内 使用租赁赁的权利相关的款项 我们把资产租进来了 比如说典型的每年要付多少租金 那你这个呢 那就属于租赁付款额 当然后面付的 还可能涉及到一些别的款项 进入租赁付款额里面 那租赁付款额包括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租赁付债是说 尚未支付租赁付款额的限值 那折限率有了 要有租赁付款额 我们算它的限值 确认租赁付债 这个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在租赁付款额里面 有这么几块要考虑的 一个是固定付款额 及实质固定付款额 存在租赁激励的 扣除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比如说租赁期是五年 每年年底付租金十万 那十万是个固定的固定付款额 那也有说实质固定付款额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展开进行说明 有的我们支付多少可能是可变的 但是有的一定要付的实质固定付款额 比如说租赁的汽车 你要在这一年里行驶里程一万以下 我们租金是多少 一万到两万是多少 超过两万 那就说可能付的租金很多 或者什么有罚款 那你在一年之内 我们付的租金 不管是怎么样的可变 一定要付的 属于实质固定付款额 那有时呢会有激励 比如说连续五年 每年年底付租金十万 要是长租人按时支付 每年的租金里面再减五千 那就付九万五 所以相当于那连续的 比如说多少年 那每年的年底付款额 那就是九万五了 不是十万了 要把它给扣除 第二个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有的租赁付款额是可变的 但是要取决于指数 比如说消费者价格指数 有的是取决于比率 比如说市场报价利率 要是和这个进行挂钩的可变的 我们也是构成租赁付款额 但是有的一些可变付款额 与这个没关 比如说是按照生产产品 实现多少销售收入和它挂钩 那这种情况就不能把它寄到租赁付款额中 那第三 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前提是乘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 有的租赁 是这项资产到租赁期结束时 承租人可以优惠购买 比如说到租赁期满时 这项资产的价值现在值十万 承租人呢就是以一万块钱去购买 或者说以一块钱去买 我们不要认为说 十万块钱你凭什么一块钱买 别人没有这个权利买 其实承租人在这之前 以付租金的形式 把什么本金利息这些都付完了 只是办一下法律上的转移手续 那如果说有这种优惠购买情形 承租人一定要买 既然要买要向出租人付钱 所以他也会构成租赁付款额的内容 那第四 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需支付的款项 前提是 租赁期反映出承租人将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比如说原来的租赁 不可撤销的时间是五年 五年之后 接下来的五年 对于那承租人有终止租赁选择权 可以终止租赁 那你终止租赁时 就要向出租人付一笔钱 那如果说选择了终止租赁 把付的钱也要记录租赁付款额中 那租赁期就相当于五年了 如果他不选择终止租赁 不付钱 那租赁期时间就十年 他在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 那第五 根据承租人提供的担保余值 预计应支付的款项 比如承租人对资产余值提供担保 资产余值到租赁期满是十万块钱 如果是低于十万块钱 最终的价值 承租人要担保给补到十万块钱 如果现在估计到租赁期满时 资产的余值呢 只能是三万 那三万你就得给补上一个七万 这叫预计支付的款项 也是把它寄入到租赁付款额中 所以我们看到租赁付款额里面 不是说只反映每期的租金 还涉及到相关一些别的内容 那我们看接下来一个一个看 租赁付款额 包括以下五项内容 第一 固定付款额 及实质固定付款额 存在租赁激励的扣除 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有租赁激励的 当然是说在租赁开始日之后的 这些租赁激励的事情 我们后面谈到使用权资产入账时 还可能有的是在租赁期开始日之前的激励的行为 那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有的同学说 租赁激励 这是租赁付债说了 怎么到使用权资产又出来了 两个不同的事情 这是说租赁期开始日 以后涉及到的一些租金 可能因为什么原因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 按时付款有一部分减免 那你不能算数 所以把它扣了 实质固定付款额是什么 是指在形式上 可能包含变量 你形式上是变量 实质上无法避免的付款额 你避不开的这部分 一定要付的 那它就是属于一个实质固定付款额 例如一 付款额设定为可变租赁付款额 但该可变条款几乎不可能发生 没有真正的经济实质 说是可变的 但这个基本不能发生 比如说我们租入的一个物业 是卖东西 这个东西一定要卖 不会不卖东西在那空着 然后合同里说 只要你卖东西 我们这一年的租金 每年租金就要付五万 你要不卖东西 就付五百 他租进来不可能不卖 你不卖那个条款 几乎不可能发生 所以这个呢 那实质固定付款额 而五万呢就付五万 实质固定付款额 有这种情形 那第二 成熟人有多套付款额方案 但其中仅有一套是可行的 那就只有一个可行 比如像刚才谈到的 租入汽车 我们的里程一年之内 一万以内付租金多少 一万到两万 当然付的多 说两万以上不让 那可能有几个方案 是可变的 但是付一万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一万公里以下 付的租金这个数 它是个确定的 那第三 成租人有多套可行的付款额方案 但必须选择其中一套 那在此情况下 成租人应采用总折限金额最低的一套 作为租赁付款额 说一项租赁 那到租赁期满时 可以优惠购买 优惠购买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要付付金 如果还可以再续租 续租也要付 续租的付金 那这个要比较呗 比如说哪个对你合适 选哪个 那看一下教材的例六 假公司是一家知名的零售商 从已公司处租入 已成熟开发的零售场所 开设一家商店 根据租赁合同 假公司在正常工作时间内 必须经营该商店 你正常一定要经营它 且假公司不得将商店闲置 或进行分租 你也不能把它干别的举 合同中关于租赁付款额的条款 如果假公司开设的这家商店 没有发生销售 那应付的年租金就是100块钱 没有销售付100 如果这家商店发生了任何销售 则假公司应付的年租金是100万 所以我们看到100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虽然看着是可变 但它不可能发生 真正发生的是年租金的100万 所以它就是一个实质固定付款额 就应该是100万 那每年应该付这么多 这就是实质固定付款额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成熟人假公司签订了一份 为期五年的卡车租赁合同 合同中关于租赁付款额的条款 如果该卡车在某月份的行驶里程 不超过一万公里 则该月应付的租金为一万块钱 如果该卡车在某月份的行驶里程 超过一万公里 但不超过两万公里 则该月应付的租金为一万六千 那就多了 在这个区间 该卡车一个月内的行驶里程 最高不能超过两万公里 否则乘租人需支付巨额罚款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变 因为我们到底是在一万公里之内 还是一万到两万公里 还是超过两万公里 是可变 有多少方案 但实质上不可避免的 一万公里这是确定的 所以这一万公里 我们谈到的这个月的租金 一万块钱 它就应该是处于实质固定付款罗 有几套可变的方案 只有这一套 那是避免不了的 你就说 我开两千三千 那这一定的 一万公里之内必须有 那把它呢 纳入苏林负债的初十几两种 看下面一个例题 成租人甲公司 租入一台预计使用寿命为五年的机器 不可撤销的租赁期为三年 在第三年末 甲公司必须以两万元的购买该机器 所以这是一个方案 要购买 或者必须将租赁期延长两年 如延长 则在续租期内每年末支付一万零五百 那要不然购买 又会购买我用 要不然就延长两年 但延长的话呢 每年要付的支付是一万零五百 那我们看分析 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评估认为 不能合理确定在第三年末 将是购买该机器 还是将租赁期延长两年 如果甲公司单独考虑购买选择权或续租选择权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时 你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于续租期内 应付租金 那都不会把它纳入到租赁负债中 说然而 该安排在第三年末包含了一项 实质固定付款顾 这是因为说 甲公司必须行使上述两种选择权中的一个 你必须要选择一个 有多套的 你选择或者是 我优惠购买或者续租两年 且不论在哪一种选择权下 甲公司都必须进行付款 所以在这个安排中 实质固定付款额基额是什么 下列两项基额交集者 那是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两万 的限制 续租两年付款额 每年年末一万零五百的限制 算出哪个低 我们就要选择哪一个 选择这个就是实质固定付款额 知道这么三种情形 那租赁激励 是出租人 为达成租赁 向长租人提供的优惠 我们刚才谈到了 说按时支付租金 每年就可以少付五千 那就是一个租赁激励 本来呢 每年年末十万 少付五千 真正的租金就相当于 九万五呗 就是十万减去五千 九万五 这是前面谈到的 租赁付款额里面的一个 也就是说 是固定付款额 或实质固定付款额 扣除相应的激励 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个 就是租赁付款额里面的第二项 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那可变租赁付款额 有的是寄入到租赁付款额 有的不寄 按照准则 只是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我们把它寄到租赁付款额中 可变租赁付款额 是指成租人为取得在租赁期内 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 而向出租人支付的 因租赁期开始日后的事实 或情况发生变化 而不是时间推移 而变动的款项 就是这个付款额数没定 可变 那可变租赁付款额 可能与下列各项指标或情况挂钩 第一个 由于市场比率或指数 数值变动 导致的价格变动 例如基准利率 那现在我们谈叫市场报价利率 或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 可能导致租赁付款额调涨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 100 说两年之后呢 如果变了 变成120 那就1.2倍 原来每年付的租金呢 假定1万 那你两年之后再付 随着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 那就变成1万2千 这就是一个可变租赁付款额 与市场比率或指数 数值变动 那他呢就要记录到 租赁付款额中了 那第二 常租人源自租赁赁产的绩效 也就是说租入这项资产 我们用它去生产什么产品 与产品的销售额或销售量挂钩 那这也是一个可变的 销售额多 付的租金多 那这种情况 我们并不把它记录到租赁付款额 那你这一部分支付的 就应该直接记当期损益去 第三 租赁资产的使用 说例如 车辆租赁可能要求乘租人 在超过特定里程数时 支付额外的租赁付款额 那这种情况也是即到发车当期 它并不是属于随着利率 比如市场比率 或者一些指数的变动 而需要注意的是 可变租赁付款额中 仅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纳入租赁贷债的数十几两种 别的不要 说包括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款项 与基准利率挂钩的款项 何谓反映市场租金费率变化 和变动的款项等 说与这些变动的 那反映到租赁付款额中 其他的 像刚才谈到的 与什么销售收入额 多少相挂钩 那这一部分的付款只计当期 发生时再说 我们看一个多选题 某租赁合同约定 假公司租赁设备用于生产一产品 租赁期为五年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 按照设备当年 运营收入的70%计算 按照运营收入70% 这个根本就不是 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然后于每年末 支付给出租人乙公司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下列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那下面这些处理 哪个正确 A将预计 未来各年运营收入70%的限值 寄入租赁付款额 那这不行 它不是取决于比率指数的 那不能把它寄到租赁付款额中 我们再看B 后续计量时 按租赁付款额限制 和实际利率确认利息费用 那也不行 毕竟它根本就没有 寄到租赁付款额 没有形成租赁付债 租赁付债前面说 尚未支付租赁付款额限制 根本就没有形成 所以不行 C该租赁合同的租赁付债 初始计量计额为零 这是对的 就根本就没有租赁付债 因为没有涉及到租赁付款额 哪来的租赁付债呢 V这是零 那再看D 后续计量时 长租人应将按照设备运营收入的 70%计算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计入产品成本 那你付款了 我们租入的设备生产产品的 那你这个没问题 比如计入产品成本 C和D正确 那第三 这是租赁付款额里面的第三项 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前提是 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该选择权 行使这个选择权才进行付款 你要不行使根本就不付款 在租赁期开始 长租人应评估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 购买标的资产的选择权 你在租赁期开始要确定这件事情 你真的要行使 购买选择权就要付款 那付款就构成租赁付款额 因为不行使就不够付付款 那当然行使不行使 我们肯定呢 要考虑到所有的先过事实情况 我们现在就是要购买选择权 就优惠购买 优惠购买要看这个价 真的很低 那肯定优惠购买 那如果说价格 比较高 租赁期满时 供应价值10万 让我用9万去买 可能不一定很优惠 那就不一定 所以要看一些情况事实 如果说在租赁期开始 我们决定 到时呢 一定会优惠购买的话 那就把它记入到 租赁付款额中 这是优惠购买 那我们再看第四 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需支付的款项 那这是有一个 终止租赁选择权 行使不行使 如果行使 那肯定要付钱 你要不行使 就不付钱 同样在租赁期开始 要是确定呢 确实会进行这种 终止租赁等 你付多少钱 寄到租赁付款额里面 也是根据一些 相关的事实情况来判断 那有的一些情况下 可能你真正要终止租赁 付的款非常多 最终判断 我不会终止租赁 那他就不会影响租赁付款项 如果说像前面谈到的 不可撤销的租赁期五年 五年到十年期间 这个承租人可以 把他终止 终止租赁 他有这种选择权 但是要向出赁人付钱 他要是不选择终止租赁 租赁期十年 选择终止租赁 租赁期就应该是五年 我们看一下教材的利息 成熟人甲公司 租入某办公楼的一层楼 为期十年 甲公司有权选择 在第五年后呢 提前终止租赁 原来的是十年 但是在第五年 他可以提前终止租赁 因此我们看到呢 真正不可撤销的前五年 后面的五年 承租人因为有权终止他 他要是终止 那租赁期就是不可撤销五年 如果不终止 租赁期就十年 他要想提前终止租赁 说并以相当于六个月的租金 作为罚金 那六个月租金罚金数很大 很多呀 那他就不应该去终止租赁 每年的付款额 为固定金额是二十万 该办公楼是全新的 并且在周边商业园区的办公楼中 处于技术领先水平 说上述租赁付款额 与市场租金水平相符 你想 很好的地方 市场租金就这么多 我凭什么呀 说在这边付六个月的租金进行终止租赁呢 所以这种情况他不会选择 那不选择 在租赁付款额里面 也不会涉及说终止租赁时支付六个月租金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下 租赁期当然我们确定为是十年 这些都是在租赁期开始是确定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第五 根据成租人提供的担保余值 预计应支付的款项 担保余值 概念是指与出租人无关的一方向出租人提供担保 就是你保证 租赁资产价值一定是能达到多少 就是说余值 比如到租赁期满时 这项资产的供允价值会是多少 你担保不能比它低 如果比它低 随担保的随要向出责人付了一笔钱 比如余值是十万 你担保的余值 资产余值十万 你说不会低于十万 如果说我们现在预计 到租赁期满时资产余值呢 若只有六万 那你付四万 它反映的是成俗人预计将支付的金额 就像我刚才说十万 不能低于十万 现在只是供允价值 我们确定六万 那你付四万 而不是成俗人担保余值下的最大产口 最大产口就十万 不是那个十万 是你预计要支付多少 因为本身资产余值到期满时 还有一定的价值的 价值内部你不用支付 支付那一部分 我们看一个例题 成俗人甲公司 与出租人乙公司签订了汽车苏令合同 苏令期为五年 合同中就担保余值的规定 如果标的汽车在租资期结束时的供允价值低于四万 则甲公司去向已公司支付四万元与汽车供允价值之间的长 所以因此甲公司在该担保余值下的最大产口四万 一点钱不值了 那我们对于甲公司来说就得支付四万 如果它有价值了 我们要支付的是四万和它价值之间的差 看一下分析 在租资期开始日 若甲公司预计标的汽车 在租资期结束时的供允价值为四万 即甲公司预计 在担保余值下将支付的计额为零 因为它还值四万呢 你没没事 但是如果我们变化一下 说你要预计 它的供允价值数呢 是三万 三万你就得付一万 这是估计的这个事情 那下面啊 我们看一下二二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企业出职计量 租赁付款额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长租人能合理确定将行使购买标的资产选择权的 租赁付款额的初始计量 应包括该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那肯定是 你要是能够行使 合理确定 将来向出资人付这笔钱 就应该要把它寄到租赁付款额中 我们再看B 与实际销售收入挂钩的 可变租赁付款额 应寄入 苏联付款额的初始计量中 这个行吗 这个不行 我们是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 那样的才寄到 苏联付款额里去 这是与销售收入挂钩的 与这种市场比率或者指数没关系的 应该是寄到发生当期 C 存在租赁激励的 在初始计量租赁付款额时 应扣除租赁激励相关金额 你有租赁激励的 我们要给它扣除 因为实际上少付 从租金里面没付那么多 那你在租金中把它扣除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再看D 长宿人能合理确定将行使 终止租赁选选择权的 租赁付款额的初始计量 应包括行使终止租赁选选择权 需支付的款项 终止租赁要付钱 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合理确定 确实想终止租赁 那就要付钱 付钱这是反映到租赁付款额中 所以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ACD正确 租赁负债 是将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 按照确定的折限率 来进行折限的限值 我们在前面已经把租赁付款额 都包括什么 那几项进行了说明 那下面一个就是折限率 租赁负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 上未支付租赁付付款额限制进行处置计量 算限值的时候 折限率怎么选 长租人应当采用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限率 租赁内含利率实际上是与出租人相关的概念 就是出租人 未来得到的款项 未来的收款 能够得到的款项 按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限 那和现在的价值 自产价值 相等 比如我现在付出多少钱 一项租赁赁我要买 它的供应价值多少 另外我进行这项租赁 还有一些出持直接费用多少 这是属于租赁内含利率 要是没有办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的 那应当采用成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作为折限率 所以我们选择是首选的 这是租赁内含利率 如果没有的是成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就这么两个 不涉及到别的了 什么同情和贷款利率 与这个没有关系 租赁内含利率的概念 这里说出租人 是与出租人相关的概念 事实是出租人的租赁收款额的限制 因为出租人要收租金 等一些租赁收款额 租赁收款额和租赁付款额 很多地方都一样 我们在谈到出租人会计处理是会说 只有一个担保余值 有不同 所以很多是那边叫苏联付款额 这边苏联收款额 是把他未来要收到的情 算限制 另外对于未担保余值 比如说资产余值 没人担保 不能通过租赁收款额那边得到 但他本身也有价值 有价值也是属于出租人的 那他的限制之和 这相当于未来得到资产的限制 和现在出租人付出对价相等 等于什么租赁资产供应价值 出租人往出租的资产 他一般来讲很多不是自己生产的 不是生产商这些问题 是从外边买来的 然后以这种租赁的方式 再出租给成租人 所以他买是会有一个公元价值 还有出租人的出职直接费之和 因为毕竟进行租赁 要发生一些增量成本 那增量成本发生了 也是现在付出的钱 就是未来能够收到钱的限制 跟现在付出钱数相等 那个利率 就是租赁那项利率 其中未担保余值 是指租赁资产余值中 出租人无法保证能够实现 保证不了 或仅由出租人有关的一方 与担保的部分 你自己担保没有 叫未担保余值 他说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看租赁那项利率 他就是租赁资产供应价值 未来得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付出去的 出市直接费用 现在付出这么多钱 把未来得到的东西折现算限制 未来得到的一个是租赁收款和限制 这是限制 还有一个是未担保余值的限制 那就这个 他们俩一相等 就租赁内含利率 当然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租赁内含利率会直接给他 这个大家放心 出市直接费用 是一个增量成本 说市值为达成租赁所发生的增量成本 增量成本概念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 比如说以这个租赁 不取得这项租赁就不会发生的成本 比如说佣金 印花税 你取得租赁 要有佣金 要支付印花税 就是说我们取得租赁发生 不取得租赁不发生 那如果说 不管是不是取得租赁 我可能都发生的 那这就不是属于增量成本 出市直接费用 是增量成本这一部分算 也就是我们出租人的出市直接费用 常租人的出市直接费用也是如此 取得这项租赁 或者发生这项租赁 它发生 要不然不发生 你比如说 评估是否签订租赁发生差里费 我也不知道 法律费用 我能不能签租赁 可能不知道 它就发生了 这不属于出市直接费用 发生的时候呢 直接记当其随意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看教材的例 8 长租人甲公司 与出租人乙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 租赁期为5年 在租赁开始日 该车辆的供允价值为10万块钱 乙公司预计在租赁结束时 其供允价值 也就是说为担保余制是1万块钱 就还值那么多 1万块钱 那租赁付款额每年是2万3 于年末支付 乙公司发生的出市直接费用5000 那看一下 说租赁内涵利率 租赁内涵利率是未来要得到的款项 折现到现在的付款额 形成的利率叫租赁内涵利率 我们看未来的 现在说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2万3 那租赁期是5年 它的限值呢就应该是 租赁期5年利率是多少 年金限制系数 这是它的限制 那我们因为要确定这个利率 那还有一个未担保余制的限制 苏宁期卖时 它的供允价值是1万 没人说 给你给补上这个问题 所以那就是1万 乘以利率是多少 757的负利限制系数 那是未担保余制的限制 和现在付出对价相当 车辆的供允价值10万 也就是说乙公司 要去买这项资产 就是这个车辆 它现在要付出10万 另外呢 它又发生了初始职业费用5000 这属于增量成本 大师知道这一概念 所以最终经过计算 租赁内含利率是5.79% 租赁内含利率的概念 下面是乘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一旦没有办法知道呢 租赁内含利率 折现时呢 要用成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说是指 成租人在类似经济环境下 为获得与使用权资产 价值接近的资产 在类似期间 以类似抵押条件 介入资金 需支付的利率 这成租人增量借款利率 你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 租入的什么样的资产 你真正的到银行去借钱 要是用这样的资产去进行抵押 抵押条件 在类似期间 看看银行的利率 比如说给你贷款的利率是多少 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叫增量利率 那不能说 跟这个不一样的抵押的那些东西 然后利率多少 那两回事 所以这叫 与使用权资产价值接近的资产 类似期间 你这五年 类似期间五年 抵押条件 借入资金需支付的利率 当然在我们考试时 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的数 肯定会直接给 它或者给定租赁内含利率 或者就是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这节课 我们是介绍了 租赁负债 出市计量 对于租赁负债 在进行出市计量的时候 用的 那是一个 租赁付款额 上位支付的 上位支付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 就是真正的 租赁付款额都包括什么 那包括的内容有五个 这要清楚 然后折现的折现率 我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 就折现率在进行选择时 一个是属于 租赁内含利率 那另外一个是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要把这个掌握了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